在中国古代,世人对后葬文化极为重视,而根据牧主人生前身份地位的不同,其牧葬规格以及豪华程度亦各不相同。 同时对于现代考古发掘工作而言,古代皇族牧葬的发掘,则能够帮助世人对古代丧葬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表面上看,牧葬的发掘工作并不困难,可在真正的考古活动中,相关专家所面临的危险却不计其数。 就比如在1980年,考古队员们对清朝光绪皇帝的陵墓进行了发掘,当时就有一名军医爬进棺材里寻找文物,突然又呕吐着爬了出来。 这位军医为何会出现呕吐不止的情况呢?他到底在棺材里看到了什么呢? 下面分三部分带你了解过程。 第一,古代历朝皇陵被盗现状。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之中,历朝历代的皇帝都非常看重自己身后式的安排。 秦始皇的陵墓甚至在他登基为皇帝之前,就已经早早地开挖建造了,所以才能有那么浩大的规模。 既然宫是如此的浩大,那么其中蕴藏着的各种宝物必然也是十分的丰厚。 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就对神秘的秦始皇陵进行了描述。 令将座基奴史,有所穿进者折射之。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鸡香灌输,上句天文,下句地理。 以人于膏为主,夺不灭者久之。 这些文字为我们展示了秦始皇陵的功成之浩大,以及用料之奢华。 众所周知,文物大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尤其是在冶金并不发达的古代,很多东西都是石头乃至砖土制造的。 这些东西封存于地下成百上千年的时间,一旦发掘方式不当,自然就会毁于一旦。 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当年郭沫若等人对明代万里皇帝陵墓的开决。 就是因为操作不当,保护措施没有做到位,最后导致了上千件文物化为灰烬。 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大呼一声,太可惜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所以现代中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任何未经授权的专家团队都不能随意挖掘古代的陵墓。 该法规虽然有效规范了专家团队的行为,但是对于那些知法犯法的民间盗墓贼来说,基本上形同虚设。 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钱赚,那就不管是谁,就算是天王老子的陵墓,我都敢挖。 虽然盗挖古墓和倒卖文物都是犯法的,但是有些极端的人为了金钱,知法犯法也是常有的事。 这便导致了中国很多古代的陵墓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伤痕累累。 四周布满了挖出来的稻洞,以及被炸药炸开的大型缺口。 而里边的很多文物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洗劫和破坏。 即使专家学者会进行保护性发掘,可是那些已经损失掉和丢失掉的文物再找回来的难度也是非常之大。 第二,盗洞累累的光绪帝陵墓。 大清王朝在历经了二百多年后,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到灭亡的结局。 晚清时期的皇帝、皇后和太后们都过得不尽人意,特别是光绪皇帝。 他虽然登基称帝,但是实际权力却被慈禧太后所掌握,自己则做了一个傀儡。 在1908年,一个普普通通的冬日午夜,光绪皇帝驾崩的消息从东宫最深处传了出来。 这个在位34年的年轻皇帝,在痛苦中悄然死去。 而且就在第二天,对大清王朝影响极深的女人慈禧太后。 她也紧跟着光绪皇帝的步伐走上了皇泉路。 在两人相继离开人世的四年之后,清朝灭亡。 虽然光绪皇帝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建君主,但是他短暂的一生也绝对称得上辉煌。 他先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等重要的近代历史事件。 光绪皇帝的肩上不仅担负着大清王朝的荣誉复兴,同时也承担着晚清政权所遭遇的巨大耻辱。 在光绪皇帝离世的时候,他的葬礼是慈禧太后一手操办的。 当时慈禧太后便将他为自己准备的陪葬品稍微分给了光绪皇帝一部分。 虽然只是慈禧自己陪葬品的一小部分,那也是极为丰厚的殉葬物品。 所以考古学家们一直都对光绪的陵墓非常感兴趣。 光绪皇帝38岁死后,被葬于清西陵之崇陵。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葬入陵墓的皇帝,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世事变迁。 当考古学家们进入清西陵的时候,其实这片黄陵上下已经是道洞累累。 它已经被无数民间的非法盗墓团体光顾过了。 其中一些容易被拿走的古董文物早就被洗劫一空。 所以此次专家们的进入,充其量只能算是保护性考古发掘。 当工作人员打开青崇陵地宫石门的时候,由于陵墓封闭了太久的时间,里面许多物品早已经腐烂。 其散发的臭气立刻通过墓门冲出,熏得现场的考古人员几乎达到了昏厥的程度。 可是众人还是强忍了下来,他们期待发现更加珍贵的文物。 当专家们进入陵墓内部之后,很快就将现场保护了起来。 虽然古董被拿走了很大一部分,可是墙上的石雕、壁画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但可惜的是,道洞的存在破坏了古墓的密封性。 这导致了很多雨水和地下水的不断渗入,最终让陵墓的墙体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第三,军医爬进棺国呕吐不止。 专家们看着被盗墓者严重破坏的陵墓,一边不断地大呼可吸,一边顺着墓道向主墓室走去。 在主墓室里放着两具棺果,其中放在主位的就是属于光绪皇帝的棺果。 而且专家们还发现这具棺果的侧面有一个明显的盗洞。 当专家们将棺果的盖子揭开之后,发现里边除了一具尸体之外,已经是空空如也。 基本上所有的陪葬品都被拿走了。 当专家们都在惋惜光绪棺果中的陪葬品被盗空之时,突然有工作人员发现了光绪皇帝的遗体有些异样。 他指出光果中光绪的双手似乎握得特别紧。 出于丰富的考古发掘经验,专家们很快就看出光绪的手掌中握着什么东西。 经过仔细地小心操作,最终光绪的双手被人掰开。 最后发现光绪的左手掌处暴露出一对连体的翡翠玉手环,右手掌处则握着一块鸡血石。 事后经过古董专家的研究断定这是两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实属世间罕有。 光绪皇帝在光果中把他们紧紧地握在手中,便很巧妙地避开了盗墓贼的洗劫。 除此之外,据说考古队还在光绪林中挖出了金井,其同样也是价值不菲。 虽然光绪皇帝的光果上存在盗洞,可是放在光绪皇帝光果旁边的另一句光果上边却没有盗洞。 专家们很快就根据丰富的经验分析了出来,这句光果中躺着的应该是光绪皇帝的妻子龙玉皇。 龙玉皇后具体死于1913年,她在死后便被人放入光绪皇帝的陵墓中,与之合葬。 既然发现了皇后的光果,自然也是要打开的。 但是不打开不要紧,一打开之后,里边的一幕场景让一位惊艳丰富的军医都忍不住剧烈呕吐。 原来,当军医向打开的光果看过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龙玉皇后的尸身, 她只是看到了粘稠无比的黑色液体。 由于龙玉皇后的光果刚刚打开,这些黑色的液体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 其实这也并不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 导致军医呕吐不止的原因,具体则是这些黑水散发出的令人无法忍受的作呕气味。 当专家和在场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将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便将这些黑水提取出一份小样,拿回到实验室进行具体成分的分析。 这才发现这其实是雨水混合着原来用于仿佛的香木碎屑柔合成的不明黑色液体。 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反应和发酵,气味自然是让人难以忍受的。 不过这具棺果中也不仅仅只有令人作呕的黑色液体。 当专家们将所有难闻的液体清空之后,在龙玉皇后的遗体上找到了至少上百颗各种各样的宝石,而且在它的身体下方还有一个深深的地洞。 严格来说,这已经不能称作是地洞,其实可以叫做地窖,因为这里边还放着至少二百件的文物。 而且在最后,考古工作人员对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仔细检测后发现,它的头发丝里面含有大量的深,这正是披霜的主要成分。 这个化验结果也验证了慈禧毒杀光绪的传言,光绪皇帝确实是被披霜毒死的。 在此时此刻,这位一生可悲的皇帝也算是沉渊得雪了。 请问一下,请订阅,请问一下,并非刘日儿料理的品牌。 请订阅,请问一下,并不可适合。